哈喽大家好,我是爱上撩电影,今天要为大家讲一个熊爸为了保护妻儿,赶眼被马戏团抓走表演杂技的故事。 清晨,一缕阳光透过窗户纸照射了进来,这间破旧的小木屋瞬间充满了生机。 熊爸已经在工作桌前熬了一整宿了,目的也是为了修复两个坏掉的玩具小熊。 而后熊爸拿着玩具来到了孩子的房间,这里的陈列摆设还都如同往日,只是床上缺少一个活泼可爱的小熊儿子。 熊爸看了看手中的玩具,呜吶地长叹了一口气,古灵灵的生活,古灵灵的人生,现如今唯一陪伴他的就是这两个玩具小熊了,就连吃饭的时候都舍不得拿走。 而后熊爸简单地吃完了早饭,把玩具放进工作箱就出门了,其实熊爸的工作就是在街边摆弄皮影戏的,每天骑着小车溜到街角小巷,拿着铃铛一顿晃悠,大多数前来捧场的都是孩子。 熊爸就这样,把自己的故事通过皮影戏讲给他们听。 原本,熊爸也有着幸福的一家三口,无奈好景不长,小儿子刚刚上了小学,本应是父母俩开始省心的时候。 这天,市中心看了一家马戏团,为了抓到用以表演的斗舞,马戏团的人不择手段,强行闯进小斗舞的家里,撕拉硬转,并使用棍棒对待。 当他们找上熊爸家的时候,熊爸为了保护妻女,自己被抓去当了小丑,每天就在迅速师的鞭挞之下,做着一些弱智可笑的把戏,折磨骑小车转圈儿,踩独轮车扔小球之类的。 其余时间都被关在小黑屋里,并用铁链牢牢地拴住。 熊爸每天唯一值得欣慰的就是,能在没人的时候,偷偷把兜里的怀表拿出来看上两眼,上面有着他们一家三口的合照。 对他来说,这样做能让孤独感和无助感消失得无影无踪。 就这样,日复一日,年复一年,醒来就被带过去表演,表演完了又被送回牢笼里面。 直到这天,熊爸被命令表演空中飞车杂技。 熊动之前,他又看了一眼自己的怀表,突然萌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。 他索性一不做二不休,借力使力,直接骑着小车从高空中飞起,只愣愣地冲破屋顶, 身后一所小老弟对其紧追不舍,熊爸也只是不管不顾,头也不回地往前当。 从黑夜到黎明,从马戏团到乡镇,熊爸终于回到了熟悉的小巷。 可是,当他满怀期待地回到家时,却发现家里一片狼藉,妻女也毫无踪影。 熊爸其实心知肚明,他们肯定是被马戏团的人给抓走了。 正当他绝望之际,熊妈和孩子出现在眼前,一家三口相拥而泣。 从此幸福地生活了下去,然而现实真的如此吗? 幸福的家庭大相径庭,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,熊爸只是把美好留给了世人。 自己承受着那心酸的往事,影片就此结束了。 本片是熊的故事,感兴趣的小伙伴们可以去看一下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